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集再一一根据牛脂身上不同的部位 介绍各种不同的专业名称 请拭目以待 这集主要要介绍的牛肉分级制度 包括的国家有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还有最后压轴的日本 那么首先要说的是炒四牛与古四牛的成长阶段差异 从小牛开始出生到餐桌上的美食 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小牛 在产出小牛之后 主要会喝牛妈妈的奶长大 因为牛是哺乳类 一直到了十个月大 也会混合其他一些牧草 饲料 使它们的消化器官逐渐发育之后 大约会慢慢长到180至280公斤 然后断奶 第二阶段 成长期 断奶之后会分为两种喂食状况 第一种是利用小牛在这个快速成长的阶段 持续喂食高营养价值与高蛋白的穀物 使它们在短时间内 大约是十个月到十四个月大之后 体动达300到400公斤 然后开始屠宰 在这期间的小牛 体内的骨头 器官 仍在发育 需要许多的蛋白质 因此 在这个阶段 身体肌肉与器官尚未发展完整 肌肉组织也随之松散 第二种是缓慢成长 这个阶段 主要是让它们吃牧草 直到肥育起 第三个阶段 育肥起 牛只在屠宰前 最后的增肥阶段 才会分为股寺跟草寺 用股物饲养 在这期间 牛只会吃股物 牧草 因为股物能够提供较高的能量 这时期的肉牛 大约每天会增加2公斤 育肥时期为100-150天 在18-22个月大的时候 牛只已经成长到了550-650公斤 然后就会进行屠宰 若是喂食谷物类的话 牛只的油花颜色会从淡黄色慢慢转为白色 而容易得到较高的贫瘠 股四牛追求牛只的油花含量多 油花分布均匀 这也是为什么 古四牛肉口感软嫩的原因 用牧草饲养 在育肥期间 牛只通常采用放牧方式的方式饲养 因为地区广大 牛只可以随意地吃牧草 因为牧草能够提供的能量比股物低 这时期牛增重的量会少很多 一直到牛只20-26个月大的时候 长到450-550公斤 接着就进行屠宰 食物来源是天然新鲜的牧草 以及各种植物 而青草中的胡萝卜树 也会使草饲牛肉的油脂偏向淡黄色 最后要以这张表格 来简单介绍古四牛与草饲牛的差异性 首先是产地 古四牛为美国、加拿大、日本 草饲牛则为澳洲、纽西兰 体型则是 古四牛因为用骨类来去饲养 所以体型较大 草饲牛则是较小 饲养的方式 古四牛用柵栏羊 草饲牛则是用天然的放牧 以脂肪含量的话 古四牛较多 草饲牛则是较少 油花分布 古四牛多而平均 草饲牛少而分布不平均 油花的颜色 因为古四牛都是吃玉米、黄豆等骨类的食物 所以接近白色 所以接近白色 草饲牛则是淡黄色 以热量的话 古四牛较高 草饲牛较低 以口感的话 古四牛较软嫩 草饲牛则是较紧实 饲料方面 古四牛则是用骨类的饲料 玉米、黄豆、大麦、小麦等 草饲牛则是天然的木槽 最后以市售价格来讲的话 古四牛的价格较高 草饲牛的价格较低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这一集的古四牛与草饲牛的差异 就介绍到这里了 下一集 我要介绍各国牛肉分级的制度 请拭目以待 谢谢